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峰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互动 这是一个朋友前段时间在收藏市场上面 买到的一个丛林通宝 在买到之后 有朋友对他的真假提出了质疑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 认为这个币的真假没有问题 确定就是一枚真品 所以说这个丛林通宝 它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钱币 那么这个视频大家也来当一当 鉴定师一起来看一看 这枚丛林通宝它的真假 鉴别一枚钱币的真假 首先要看一看 它的文字书写肢体 是不是符合丛林通宝 当时的一个铸造特征 丛林通宝 它是标准的受金体 灰中玉笔书法 看一下肢体是不是刚进有力 另外就是重点看一看 它的窗口 有没有流通磨损的痕迹 再就是窗口铸造的 是不是非常立体 如果说看到一枚钱币 感觉肢体非常的软 肢体塌陷 没有劲道 基本上都能判定 这是一枚房品 还有就是窗口铸造的没有劲道 不立体 也是判断假币的一个标准 还有就是我们要重点看一下 它的编道 有没有流通磕碰 流通痕迹 这些也是判断 它是不是一枚假币的重要的一个标准 最后我们可以看一看 它的铜质和包浆 这枚币明显就是应该洗过了 所以说这枚币基本上 它是没有什么包浆的 编道上面都是非常的干净 这些都重点看了之后 然后再来听一下它的声音 声音大家应该也听得很清楚 大家如果对它的增加有答案了 都可以把鉴定结果发到评论区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重点通宝 现在在收藏市场上面 它是非常热门的品种 尺寸一般在35左右 它是一种折食 如果说是小瓶钱 25左右尺寸 价值是很高的 这种丛林通宝折食 价值要相对低一点 每品目前在收藏市场上面 至少都是100左右 现在收藏市场上面 也出现了很多房品 大家在收藏购买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翼翼 好了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